敬衛軍是館長 新北的阿梅豬戰士 楊敬敏 這個米歇爾呢 大概就是210公分以下 楊敬敏 在外圍出手 命中3分 14比6 背框 楊敬敏 在同一個位置 最後交給曼尼高 哇 今天 這個也是算是 讓這個米歇爾跟阿尼一推 哇 哦 敏哥 敏哥跳出來了 對 你看現在就是剛提到就是 哦 這個滿分 MVP等級賽決來了 結果周一翔賠上犯規 後來之後 敏哥絕對會是賴的 這個非常有經驗 對 這個是現在中華隊的話題非常多 也不要忘記我們這個 非常好 這個體脂肪應該是非常低的 對 干擾 我基本認為有犯規產生 但是裁判沒有想像 楊敬敏的三番球 四關章on fire 被子拉得非常開哦 因為接下來這個快速的一個 找到敏哥的一個出手 出手點 那時候他必須要更果決的去 把握這些時間 對 錯過就比較可惜了 錯過了超前的機會 這一次賭國性的抄球 領航員賠上了犯規 這次跟打球的風格都相當類似 所以是打球可以去學習的一個模板 楊敬敏 好 這一次的挑籃差一點點 後面第二拖也沒有補進 那外圍呢 楊敬敏 林航員又創造了雙位數的領先優勢 楊敬敏 很快的開火環藝顏色 拿到球但是沒有放進 敏哥在前面 馬上用快攻還擊 楊敬敏 現在利用這個低位 敏哥在有對位的狀況下 楊敬高難度的三分 寸步不讓 所以把球交給林楷彥 再把球拿回來 先看前面這一波 楷彥第一位要求 是一個假打 假打的狀況 然後找到外圍的一個 投射機會在敏哥 要求 楊敬敏 第一假動作 再一步在中距離命中 下比賽的第26分 最後的比數是112比97 銘航員在客場 拿下年後的第一場比賽勝利 楊敬敏 楊敏 楊敏 楊敏